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一些高息的衍生工具或者金融工具来的 好了 结果它拿不回钱 这两个事有少少牵连 有少少互相 就是说现在在银行里拿不到钱 还有发展商有烂尾楼 而他们拒绝工似乎有少少关联的 关联是什么呢 共通点都在华中 而在华中里面有少少钱的人受到伤害 很简单 你有些钱去摆进一些金融工具 是博高息的 这是第一个 就是它本身有钱才可以 没钱就没得这样摆 第二个就是说在纳美楼里 你没钱给大陆买首期 大陆买楼买首期 是个个给现钱一半首期的 不是像香港那样 给5%、10%开始工 不是这样的 一去买签网签之前就给五成了 最少五成的 接着它转回那些工 是在说工比数的一半而已 所以本身是有资格去断工的 或者它叫动态供楼的 其实本身也是有少少钱的 而且这帮都是华中的人 华中的人就是 黄下楼、域以南、以北也好 在华中或者在华北也好 都是性格比较率直和强行的 都是这样的 他有这种性格的 暂时看 似乎在这个华中之外 是未传开的 你没有传到东三省 没有传到华东 没有传到南方 没有传到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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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广东是不是没有南美楼 我又不相信 恒大也有很多盘在南美了 但是似乎 现在他们说的动态供楼 或者断供 暂时就未影响到其他地方 都仍然在华中 华中究竟发生什么事 人就比较强行一点 另一方面 或者衰竭一点 另一方面 都是影响到 现在金融上的一些缺失 都是影响到中产 或者有资产的人 究竟跟着社会发展如何呢 如果这件事继续发烤下去 最初说有八五个盘的人 组织起来 拒住公楼 八五个盘里面 未必个个不供 有个人供 有个人供 但是最近传出来 最合身呢 就是说呢 已经升到二百多个盘 如果再继续下去呢 如果漫延 或者全国漫延的话呢 去到广东省是这样 福建省是这样 东北三省是这样 甚至去到新疆也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可能是断千个盘 可能断千个盘呢 还是包括香港 很简单 你如果按揭了 不去还款呢 就直接不单止影响发展商 还影响银行 那接着呢 如果大陆银行影响到呢 其实可能很多香港银行呢 是有拆借资金给大陆银行的 所以呢 就有机会呢 连香港的银行体系呢 都会有影响的 所以呢 这个雪球就不可以让它滚大的 我不知道大陆用什么方法 令雪球不要滚大了 那暂时呢 看不到有一些很效果的工作做了 那会不会下个星期就开始禁了 在网上禁了 不准呢 就再在微信 或者不准再在网上面呢 是组织这些这样的活动 或者甚至组织这些这样的行为 会不会这样呢 又或者呢 那些信息交换 不要就周围传 哪个南起本 哪里有几个本 人工啊 会不会这样呢 还是说呢 就是将部分人呢 又捉出来呈佳 就说可以散播谣言 那接着呢 就让人害怕呢 这个真的不知道会这样怎么做 但是呢 我自己个人看呢 那些雪球就绝对不可以让它滚大 因为再滚下去呢 就滚到香港了 其实香港人的体系呢 是其中一个体系呢 是借钱回到大陆的商业民堂那裡 那很多大陆商业民堂 和大陆的机构呢 其实来香港做融资的 如果再发展下去呢 有机会会影响到香港 嗯 就是我看到呢 我都坐在旁边 其实有一个报道就说呢 中国是中国的证券事报的 就评论就说 中国的负贸政策呢 由充足的空间 和充足的工具呢 包括进一步降准呢 降准呢 去 降准呢去 去应对经济复苏 包括带来的新挑战 所以现在你看到中国大陆的 你这么说的银行也好 樓市也好 这个好像大家都充满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有一种舆论的气氛 肯定是感觉到一种金融风暴 就好像隐隐在那里 在发烤着 好像感觉随时会爆的 那个感觉 看到这个评论 就是说 華者会用降准这些方法来 来应对现在的经济危机 你觉得其实 有没有可以解决这些危机呢 其实呢 整件事就这样看了 这个报道讲的不是不对的 现在呢 我们看回两年前 当美国呢 是量化宽松 当欧洲量化宽松 当日本量化宽松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当时呢 是抽银行的 是在抽银行的 因为他觉得呢 在外国的量化宽松 他不然有银行的 就会很容易推高通胀 也很容易将通胀 输入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当时是抽银行的 就是不让人炒卖 不让人有多余的钱 那当时的做法呢 是抽银行的 抽银行的做法呢 有很多的后遗症 其中的后遗症呢 就是大为了后遗症 当然了 他在银行里面的三套红线呢 其实也是另一个原因 又或者他打击楼市 或者打击一个开发商 也是原因 但是呢 抽银行本身呢 就是冷却了经济 那当外遗经济稍微不好呢 他抽银行的动作呢 是令经济更加冰封 所以呢 在第二季呢 中国经济增长呢 就仅仅增长0.4 仅仅0.4呢 我又相信呢 就是数字呢 可能就等于没有了 那全国上的第一季呢 全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呢 和全年的目标5.5呢 一半都达不到 那下半年呢 你说可不可以呢 好像现在那样 7月开始 可不可以撤胎换骨呢 我又相信不会 那虽然上海呢 就可能会撤胎换骨的 因为上海呢 那经济产值可能呢 就会 就是如果用每月的比例呢 都会上升的 因为呢 它开封了 就是开封了 那但是全国 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呢 我相信不会 那人民币虽然贬值 但是不代表呢 这样可以有利出口 因为呢 部分的商品呢 是需要在外国 买原材料回来的 那如果人民币贬呢 除了它的单 就是外国 如果欠美元的单呢 是美元购买的单 是觉得人民币便宜之外呢 其实全世界货币都便宜了 不只是人民币便宜了 所以人民币不会呢 是独自有一个优惠 但是如果人民币 是拿到外国买这个原材料 来搬送到大陆去加工生产呢 那这个呢 就不是预算盘了 因为人民币变值呢 它相对买的成本高了 搬到加工生产的成本呢 出来的货品呢 就国际的竞争是少了 那所以下半年呢 我相信经济呢 是难以好转的 那在大陆来说呢 它因为在两年前 已经开始在收紧的银根 即是紧缩 不是在走宽松的政策 货币是在收紧的政策的 那就是说呢 它由收紧去到放宽 就是由收紧去到平 平去到再放宽呢 其实它又有 真是有空间的 现在暂时大陆呢 是未敢做的 那因为之前做过呢 是两次呢 或者几次呢 都是失败的 因为当它一放宽银根 把那些钱一流出来呢 那些钱就很自然 就聚集在一些有权力 或者某些社会的人身上 而他们呢 就会拿一些钱出来炒作 就将呢 就是各部分的一些商品 炒高它 那结果呢 它的目的是这样 就是钱 但是结果呢 就会影响到经济 影响到民生的 那所以大陆呢 是它有一个板斧呢 它可以印银子的 它是事实上呢 过去两年呢 当欧美、日本啊 全个西方世界 在印银子的时候呢 它的而且没有印银子 它现在呢 是有条件 是有印的 又或者它甚至乎呢 经济增长不好呢 它有条件 你用印银子呢 去推动来销 去目的呢 就令到呢 自己的经济增长呢 可以有一个好一点的表现 是可以是这样的 但是另一方面看呢 就是这样做 不是代表没有一个效果 那就算现在 就是说呢 经济的基本上冰封了 第二个经济增长得0.4了 又或者甚至人民币这样跌 那就是出口啊 或者很多情况之下呢 甚至乎入口的通胀呢 都未必是一个好的一个势头 但是呢 它现在究竟 它是否改善寬松政策呢 我相信到现在呢 都不敢太过武断 因为尤其是放宽银根之后呢 那个疫情究竟去了哪里呢 是很难控制的 所以跟着大陆的政治的局势呢 因为秋季州有20大了 我估计上面的高层 都想要解决这个下面的经济问题 就是另外一方面都见到 美国的通胀就继续在升了 就是之前是8%多的 现在甚至乎 就是美联储加息了三次 美国的通胀是没有降到的 反而升了9%多的 所以可能国际的 美国那边的 还有继续加息 美元强劲了 所以不知道美丽的经济 的环境会是怎样的 所以可能 是不是大家还有事务以待啊 潘先生 有变数啊 有变数啊 现在美国通胀高了 所以要用加息来价值通胀 加息某个程度上就会推高美元了 令到美元长期强势 强势的时候 令到美元在外国货 相对便宜一些 这个是其中一条条路 另一条条路就是 美国现在的经济增长 是没有预期那么好 这个是另一条问题 如果经济增长没有预期那么好 而通胀继续升呢 那就会滞胀了 就是说美国市民 是会感受到呢 他的钱呢 是不够用的 就是说是痛点的 那本来呢 他一个星期可能呢 就找几百美元够花的 那现在可能不够花 因为呢 游戏价格贵了啦 食品价格贵了啦 那美国经济增长 如果是放缓的 收入率高的 又或者甚至乎 工资的成长是低的 那全部的因素呢 都会影响到 所以呢 美国会不会继续 就是疯狂加息呢 这个真的是拭目以待 即是呢 未来七月底那次呢 一定再加了 那可能加一半厘 至四分三啦 那但是八月那次 十一月那次呢 尤其十一月那次呢 会不会真的 仍然敢狂加呢 有些有些问号的 那就是说呢 如果再一个消息 就是进一步看到 当如果通胀回落 又或者美国经济增长的 预期没有预期那么高的话呢 可能加息部分就会拖慢的了 那美元呢 就会用强势呢 立刻变回弱势了 那整件事会不同了 那所以呢 就现在都可能呢 大家要看着形势了 尤其是如果投资呢 真的小心小心 小心为常 投资基本上呢 现在可以清零了 嗯 刚才你说 保住那些钱是最重要的 是吗 保住那些钱 现在真的不要这么投资 有什么机会都不要看 嗯 那刚才我想追问 追问少少 因为刚才你说过 如果是大陆那个 银行的体系 说不定会影响到香港 其实这个影响到香港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 影响到什么呢 其实可能呢 大家呢 要知道香港呢 除了金融中心之外 香港其实很长时间呢 都是大陆企业啊 大陆的银行啊 是国际融资的一个跳板来的 那在香港呢 他们在香港拆借的成本呢 在给它国内呢 和给它全世界各地呢 成本都低的 那所以呢 也都外国很多时候呢 尤其是在两年 年多到三年前呢 很多外国的资金呢 是愿意放在香港 再拆借回中国大陆 去廉取的息口 因为在外国的息口低一点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在国内的包括银行体系呢 其实银行本身呢 都在香港做融资借钱的 那如果万一呢 现在在国内的一个呢 还款潮 就是说呢 一个断供潮呢 是扩大的话呢 可能直接影响到银行体系 就是说大陆的银行本身呢 是一个呢 按揭收回来的利息的收入的 那可能影响到整个人同一章的 如果影响到的话呢 如果影响到那些还债能力的话呢 一些小一点银行 如果影响到还债能力的话 一些小一点银行以后 它尊重牛肉框的 那可能还债能力会出现问题呢 就影响到香港的银行体系 就是要有撇障的了 所以这一方面呢 我相信在香港银行体系呢 都可能呢 都会想尽方法呢 现在建议着呢 就是北京如何处理这次的事件 嗯 那其实你觉得 未来下半年香港的楼市股市会是怎样的呢 楼市就不用看了 就是一定下跌的了 都不用说的了 股市就很难说的 楼市为什么下跌呢 因为呢 看来呢 现在呢港匯 第一个讲港匯呢 偏弱了 那在过去那一个礼拜呢 讲香港呢 银行体系呢 都入了市两次了 那现在香港的银行体系的资金铁余呢 是剩下二千零几亿的 很快呢 下个礼拜分分钟就变成一字头了 我之前很多次讲过的 我没有其他银这么乐观的 不会等到呢 就是剩下几百亿呢 才跟着加息的 我相信呢 一千零亿就加息的 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由现在去到七月二十六号 那么呢 以息之前呢 现在还有十日时间的 十几日时间的 那如果这十日时间呢 港元继续呢 就是受到沽本 而香港银行体是 绝于向下跌的话呢 出问题的 那做问题就在于呢 就可能就香港呢 在七月尾就要迫着跟着加息的了 可能呢 加不齐呢 都要迫着加跌 而呢 在十一月那次呢 是加硬的 那就是说楼市呢 现在呢 很难说呢 会有一个强势的形象 那似乎楼市呢 只会呢 最少冰封啦 就是没有什么成交 如果没有什么成交 就会危险的了 因为一没有成交呢 等钱用的人呢 就会用低价呢 卖单位 那变着楼市看来呢 好像就会大跌的 那其实呢 成交率很小 那就不是代表 成根价是真的跌了 而是因为呢 成交率的单位呢 都要比较便宜 那这个印象呢 就会令到呢 楼市下跌 那另一个呢 就是究竟李家超 在十月 就是在九月尾到十月初 他呢 答应了那些KPI 答应了火供应啊 答应了Kiri Klux 答应了北大都汇区的发展 这些旗票呢 他在当选的时候说了呢 一百日内就会讲个细节的政策啦 八月呢 就会有一个KPI出来的啦 那些KPI 或者政策呢 会不会讲一些吓人的说话呢 好像那位董建华那样呢 你弄个八万五出来 或者九万五呢 或者在新界北大都会 好像林罪和我说呢 会起九十万个单位呢 如果这些数据出来呢 都会令到呢 那个楼市呢 可能会影响到 受到刺激的 那可能会令到楼市呢 可能进一步变得疲弱的 那这个究竟呢 会怎样呢 暂时看呢 暂时看下去了 楼市呢 向下跌的了 那至于股市是怎样呢 股市真是很难看了 那现在的股市呢 理论上就普遍是向下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美会强的 那所以呢 就是资金不会留在股市里面的 不断抽走债市 去一些相对析高而安全的地方 那在美债呢 就是最好的地方了 美国无论长期的债券 那中期债券 那短期债券呢 都可能比股市的表现好些 那当然了 你说喂 我找到一个呢 就是我本身有内幕消息的股份 你就买了 那但是现在你就算抽新股呢 全部都市金制 那所以呢 就暂时看股市呢 不是一个呢 就是停留资金的地方 反而资金呢 变回现金可能较稠一点 那而另一方面呢 变数在哪里呢 那如果万一刚才我说了 美国通胀继续上升 没有办法感受得住 而美国经济增长呢 是放缓的话 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 没有越来越强劲的话呢 那很容易出现滞胀 那就有机会呢 美国会减慢的 加息部分 就防止经济呢 就进一步受到呢 就是冲击 就是希望刺激回经济增长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呢 到时候股市会升回的 因为那些资金呢 又从这个债市呢 流回到股市里面 那你就要知道了 在加密货币圈呢 那基本上已经冰封了了 就是我想呢 要死几年的 那就是要 会剩几年的 那现在暂时呢 调不起的了 就是说呢 在那里的热前呢 现在没有地方去了匯市 不是去了 不是匯市 sorry 去了这个债市 当债市相对看下去呢 这个资金回报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呢 可能当那些热前流回出来 如果当美匯不是强 当美国的加息部分 没有预期那么快 那那些资金流回出来的时候呢 可能会推回股市 到时的债市的调子呢 就说股市的股市便宜了 现在呢是带它买了 那所以呢大家在股市方面呢 要看得很准 要不然呢 就不要买了 那就看来现在呢 就持現金呢 我始终仍然是觉得最安全的地方 嗯 所以大卫的肩制政策 真的要看着美国啊 看看它的加息的 加息的环境会是怎样的 如果它的加息放缓了之后呢 那个什么港字 可能不用甚至那么多的沽盘 银行的建议体系呢 可能要多些了 就回復了 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暂时来说呢 澳汇市都冰封了的 都没有人敢乱买呢 外币 那就是除了美元啦 就是匯美元过去买给债 那如果不是你譬如那些银行呢 如果你看到香港银行呢 现在大银行那个去匯豐 都连一张A4纸出来的楼 通常是中资银行和资银行才做的 匯豐都连一张大纸出来的 说英镑啊加纸啊那些 十厘半式啊 十厘半哦 当然啦 他连出来的啊 到时候你不去看他问他 他问他 你有没有一千万呢 你有没有三千万现金啊 你传下来我给你十厘半 可能他这样说 但是呢 就是说呢 就是说呢 银行都是用呢 用高息来吸引香港人呢 去换回一些货币的 那如果不是银行体系呢 都不够外币 不够外币去做一个结算 那你见到的现象呢 就是全世界的 而且呢 就是长期的 那你就算英镑呢 他比美国早要加息的 他加息加浪的 但是英镑现在跌的跌幅呢 都很大 歐罗就是一对一 所以简单说呢 就是大家 无论会市股市什么都好 就是什么加密货币 什么都不要碰 那就是最安全的 嗯 就是现在的能源就很贵了 香港的油可能都很贵了 那现在已经很贵了 油渣也有2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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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油渣也有20多元 就是油渣也贵了很多 哦 就是鱿鱼 我第一个不懂得对一加轮 对升 第二呢 我就只知道我自己的车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的 多少加轮的 那你只知道 日本的车呢 以前是500多元 现在呢是1000元 哇 1000元 就是1000元 可能是15加轮啊 你的车 不知道啊 就是大的 我的车是大的 大车是15加轮的 那就是大英镑 那就是现在呢 拜登也是的 拜登呢 他去了中东 就希望呢 就和呢 就是他 就是本身他说呢 已经要边缘了个国家了 和呢 就是斯拉吉呢 跟记者呢 死亡有关 就拐指手 本手先退的人呢 就希望他呢 帮手 就是增产 那就令到美国呢 他可以呢 就减低那个通胀压力 起码减低能源的 期货的价格 令到能源的价格向下降 那但是呢 沙地就不理他 那拜登这次呢 可以这样说 都是捉重的 那本身呢 就是美国人呢 不是那么欢迎拜登呢 去沙特加拉伯访问的 因为美国人可能呢 除了尤加 除了一个通胀之外呢 他都会觉得呢 沙特加拉伯呢 可能人团方面 那甚至那么残酷呢 都不知道怎么想 怎么可以面对他 那但是拜登去了 去了 去了之后呢 结果呢 又陀螺无功 那其实戴登跟着是双重损失的 我看来着呢 年底 美国的中期选举呢 民主党都是要大败的 大家都在关注这个能源 潘先生你刚刚说的油价就很贵了 澳湖战争 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但是其实之前少少传出一些信息 其他国家希望俄罗斯限制的油价 至少中国去游说啦 那现在这个能源 你觉得这方面的前景会是怎样的 现在你家业这么累了 美丽会不会继续生了 狂生了 美国本身就是玩油的 就是一直游戏 尤其是食油 是美国控制价格的 那美国无论呢 就是它在中东上面的油田的股份 又或者就是它在期货市场的一个能力 就是那个玩金融的能力呢 其实呢油价呢都是美国人拿着的 那问题就是在于呢 就现在美国企业 推高油价之后呢 那它油价呢 那推高的原因 就是欧乌战争 是做一个basis的根本 其实最重要呢就是美国呢 是不断推动 说是要封锁俄罗斯的石油供应 那其实这个是很愚蠢的 那这个结果呢 证明呢 是拿一个石砍到自己的脚 那不仅是美国 那欧洲照今呢 就是现在欧洲打到痴肺了 就是可能痛呢 就比美国更加痛 那好了 但是究竟怎么收拾呢 那可能呢 逐步逐步呢 可能其中一个呢 比较呢 那美国找不到沙特阿拉伯了 都是阿拉伯不理他了 那其实世界上呢 还有一个呢 是石油生产量很高 而呢 就未合合国际市场的国家 就是伊朗 那欧洲 无论欧洲和美国呢 我相信可能都会放宽伊朗 就是说呢 在伊朗用 简单说啦 伊朗可能呢 距离拥有核武器呢 已经过去了 了 这可能随时呢 可以进行核事了 那可能美国呢 都可能留意到这一点 如果是 既然是这样的 那不如呢 就不要再和伊朗斗法 不要再制裁它了 不如呢 就是 既然沙特阿拉伯不理睬的话呢 那很简单 就是找他敌人 就找伊朗 那就是 只要呢 放宽回伊朗核谈判上 是放宽一点点呢 当协议出来了呢 伊朗可以呢 放宽回 释放伊朗石油 攻去世界呢 那其实美国都可以达到目的的 那就是说呢 现在呢 拜登呢 不是完全没有反股的 就是石油价格方面呢 除了沙特阿拉伯不理睬它 那其实还有呢 最少有两个国家 俄罗斯他不说了 那俄罗斯呢 限制石油价格呢 其实欧洲觉得痛 那就希望呢 限制如果仍然跟俄罗斯买油的企业呢 是限制着价格 那就对欧洲没那么多 因为只有德国那样 他在累积着的补贴 或者累积着的亏损呢 如果要纳税人去承担呢 可能会应该是社会事件的 那而另一方面看呢 美国呢 还有两个国家呢 其实可以去哀求的 又或者可以利用呢 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放宽制裁呢 可以解决的 第一个就是委内瑞拉 那委内瑞拉呢 其实本身是由 他生产很大的 但是美国呢 就因为委内瑞拉不听话啦 所以呢 就是一直呢 无论那时候查韦斯政权也好 或者现在呢 就是马拉杜罗政权也好 美国都是采取一个制裁和压制 也都令到呢 就是委内瑞拉的通胀很高期 如果美国愿意和委内瑞拉解决问题呢 我相信委内瑞拉呢 是愿意呢 是增产甚至供应给美国 压低美国油价 那另一个呢 就是伊朗 伊朗也是呢 世界其中呢 三大的石油稳藏量最高的地方 那它产油的设施 产油的能力不低的 那问题在于呢 就是伊朗就受着美国制裁 因为这样呢 就不可以随便呢 就和人通商 那但是欧洲呢 仍然希望呢 尽快和伊朗呢 可以解决这个合谈判 而导致呢 欧洲可以和伊朗买石油 那呢 无论伊朗呢 或者呢 就是委内瑞拉呢 我相信拜登呢 在未来呢 这两个月呢 都会是针对着的两个国家 而相对有一个 宽松的政策 希望他们可以和美国配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